大家好,我是小木,又跟您见面了 上一期视频讲到习近平最近很烦心 看看中国地图找不到到底谁是他的盟友 一尊跟美国玩强硬 结果派王毅去欧洲碰了一鼻子灰 接着又来到东南亚 希望找到包围圈的突破口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一尊跟欧洲和东南亚的那些故事 我们也看看他寻找盟友之路 会有多么的坎坷 小木视频都是精品 先去点击订阅按钮支持一下吧 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欧洲之后 王毅也去转了一圈 没想到今时不同往日 首站意大利总统不要见他 只通了个电话 讨论了疫情和香港问题 然后意大利外长警告王毅 要尊重香港的言论自由 荷兰邀请王毅参加会议 讨论新疆和香港问题 王毅不要参加 挪威外长也跟王毅讨论人权问题 法国总理马克龙表示非常关注中国人权问题 而且强烈要求中共兑现他对国际的承诺 最后一站来到了本来跟中共还有一点点走得近的德国 结果德国外长当面要求中共撤销港版国安法 尽快启动香港立法会选举 还提到了新疆人权问题 而且他对王毅最近对捷克议长近期访问台湾做出的威胁 表示威胁不适合这里 王毅今年可能撞了太岁了 9月15号他去蒙古 被大批蒙古的示威者高喊 保护母语和王毅滚开 最近中共提出的减少蒙古语教学的双语教学制度 点燃了内蒙古地区的抗议烽火 大批学生和家长走上街头抗议 又是学生 又是持续走上街头抗争 内蒙古和香港相互辉应 一南一北 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的南北战争 未来历史书都会记载这些的 前几天大BOSS亲自登场 欧盟官员跟习近平召开视频 欧中峰会 会上除了贸易 又是港版国安法 人权中共病毒南中国海 成为重要议题 这边还在开会 同一时间 德国国会请愿委员会 还举办了一个公开听证会 议题之一就是在德国推动 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 针对在中国践踏人权的高官 会上有人讲解了 如何用该法案 针对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 主要中共负责人 还有中共活摘器官的犯罪行为 随着中美经济脱钩全面展开 欧洲本来成为中共向发达经济体 进行贸易投资和技术输入的主要渠道 欧盟在2019年 可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当时中欧双向货物贸易总额 超过6000亿美元 结果就在王毅离开柏林的第二天 德国就发布了新的印太战略 这简直对中共形成了强烈的打击 看看世界地图 还有非洲兄弟 不过太遥远了 而且基本都是伸手要钱的主 靠不住啊 再看看就来到东南亚了 或者叫做东盟国家 几天前啊 王毅跟东盟召开了视频会议 东盟跟中共的关系能不能好起来 我们就举一系列的客观事实来看看 放在这里的全部都是公开信息 2016年 菲律宾就赢得了一桩南海仲裁案 支持菲律宾在这个案子里的几乎全部诉求 中国不享有九段线历史性权利 中共不认同这个决定 直到现在啊 菲律宾渔民还是受中共海军的骚扰 冲突不断 而中共在争议海域 建人工岛 还备有雷达飞机跑道 还部署了地对空导弹 请问什么国家能受得了别人在自己家门口玩武器的 何况那块地还是属于自己的 就在这个月 老挝就把自己国家拥有的老挝国家电力公司的 大部分控制权交给了中国公司 为什么 还是那个著名的一带一路 先是把大量的钱借给那些本来就很穷的国家 建一些所谓的诱人项目 很多项目都是烂尾 项目造价虚高 结果这些国家根本就没有钱来还债 最后呢 中共就挑选这些国家的核心资产作为抵债工具 这些事情发生很多了 等会儿 马来西亚那边也有要说的 越南跟中共发生的海上冲突就不亚于菲律宾 在这次跟东盟的电话会议上 越南外交部长很不给面子 直接打脸王毅 他说我们欢迎美国来到南海帮助东盟国家 为了维护区域和平稳定和发展做出建设性贡献和迅速的反应 多了不说 意思很明确了 马来西亚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又是一个一带一路项目 东海岸铁路项目 华尔街日报就披露了中共如何帮助前总理纳吉 摆平了贪污丑闻为条件 换取纳吉在被夸大造假的项目上签字 项目造价200亿美元 每年支付的利息就有1.2亿美元或者5亿令吉 如果不是马哈迪营的大选停止了该项目 估计马来西亚交出某个港口来抵债的日子也不远了 因为马来西亚的经济体量不可能支撑这种项目 现在项目重新开工 您知道造价多少吗 从原来的200亿美元变成了110亿美元 打五折 我们在淘宝才见过这种折扣啊 这个事件的重点是 外界分析啊 2018年马哈迪大选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就是马来西亚人认为纳吉亲共政府 带进来大量不合理的中共投资 您想啊 项目成本被弄成两倍 这能合理吗 今年7月份 马来西亚全国总警长证实 涉及伊玛公司1MDB案件的刘特佐藏身在澳门 他们要求中国引渡刘特佐 中共不承认 说没有这回事 刘特佐案件涉及金额巨大 其中也牵扯到刚才说的东海岸铁路线虚假工程案 伊玛公司案对马来西亚人来说可是奇耻大辱 如果刘特佐回到马来西亚 是否会交代出华尔街日报曝光的他跟中共合作的内幕呢 新加坡 2016年香港扣押新加坡军车事件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 在新加坡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弹 去看看当时新加坡网友在相关帖子的留言 一目了然 当时中共的军事评论员就说 这是对新加坡支持菲律宾南海仲裁的一个警告 因为新加坡支持了对菲律宾主裁的判决 好吧 原来规则是这个样子的 要知道 新加坡也是民主选举国家 所以国家政策也得看国民对这些重大事件的反应来做调整 刚才提到的马来西亚伊玛公司贪污案 新加坡警方也在2018年证实 他们在2016年因为刘特佐涉嫌洗钱挪用资金等指控 发出了逮捕令 并要求香港协助逮捕刘特佐 但是被香港方面拒绝了 当然了 例子还有很多 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一一列举 但是这些例子都很典型 在当地国家影响非常大 涉及到当地国家的根本利益 人对这种事情的记忆会很久的 用我们的生活例子来比喻 就好像是卡在喉咙里的刺 眼睛里的沙子 心里阴影 这不是做做生意搞搞投资就会解决的 在这些国家做重大决定的时候 就会被拿来作为参考因素 我们上学的时候 学校里总有一些人大龄弱小 就是不利 你敢跟这样的人做朋友吗 但是有一天他突然走过来拍佩宁的肩膀 很多人还是不太敢反抗 还得假假的笑一笑来配合一下 有一天学校来了一个新同学 比那个霸凌的人还要强壮 看到小朋友被欺负 还愿意出头帮一下 马上这个校园剧的剧情就会反转 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友谊 就跟人一样 虽然利益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但是信任和平等是很重要的部分 靠怕你这两个字来维持 友谊的小船迟早是要翻的 欧盟和东盟国家形成一个强大的组织的重要原因 就是在贸易谈判上有更大的谈判筹码 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发出相同的声音 在区域内促进沟通跟合作 说白了就是小国抱团取暖 不然很容易被人逐个击破 这样也会促使组织内国家 对外来威胁变成一致行动人 保证安全 最近欧盟在捷克访台问题上 一致对中共的强硬就是一个例子 因为工作原因 我身边有很多东南亚的朋友 大家在一起难免会交流 如何看待南海局势 通常越南和菲律宾的朋友 相对来讲态度很明确 因为他们国家跟中共的地缘冲突非常多 其他国家华人很多也对我这样说 我们都是华人 不会愿意主动跟中国起冲突 但是中共这些年在这个区域干的事情 尤其是它唯我独尊的态度 没有释放出要真正做朋友的诚意 然后又有人问我 为什么一尊不会再聪明一点 跟东南亚和其他邻国关系真正搞好 再来挑战美国 回答这个问题 我只能劝我的朋友去看一看 我之前一期讲花木兰的视频 里面从文化包容性的角度 来尝试解释这个原因 今天做这期东南亚人对现代局势的探讨 把事实摆出来 至于说结论 只能说每个国家的本地人 自己来思考吧 朋友们也请在视频下方留言 说说您的想法吧 好了 喜欢这条话题就请留言点赞 订阅点击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